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入增长和盈利收入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除了主体品牌继续做得不错之外 同装鞋方面也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今年第一季主品牌络得同比起高双位数 另外同装鞋有20-25%的增长 另外再近一点618的销售 会员的销售和增长相对上是可观的 所以如果从它本身的营运来说 它在内地的表现相对上稳大稳扎 也有一个憧憬 所以如果你想去看整体的体育用品 SATA是有机会受到大刺激的话 反而相对上营运和质素没有再龙头那么好的话 受惠程度有机会是更加大的 这一点是要有这样的potential 当然正如刚刚开手所说 因为始终它也不是说 与龙头始终有一些距离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风险的因素 还有股价如果有一些整体的市况 原来比较弱一点的话 股价的波动性 你也要留意可能又会比较大一点 还有它本身来说 那个营运的成交相对上是头那几只来说 也都会低一点 这一点是要留意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整个SATA 是可以受到刺激向好的话 而你又要选一只 可能那个潜在potential 也都会有机会和观一点的一只股 我觉得1361 都是一只可以纳入去看的股份 考虑的话 可以也是现水平去考虑一下 那么向下的话 就是向下 如果你失去3.8 或者3.75 那也是要止损的 那么向上的话 你看着 我觉得这个高位 4.9到5元 这个水平先 初步 就是你2月冲上去那一阵 应该要升穿到它 然后才有机会再挑战5元 或者是楼上的一个水平先 向下 我觉得其实你放着 因为这一轮 你从4月到近6月 然后之间再升上去 8.4元的位置 低位就挨近3.8左右 所以如果你真的失了3.8 或者比较低3.75 可以去考虑这两个位置 另外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位差不多了 你真的很保守 好 那你就用回 这一天开始摆上去的一个低位 就是4.02 或者4元 那些水平 但是3.8 就是一个 比较重大一点的支持 可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部署